短短五分钟内 急诊千里就来了两组病患 这是小琉球卫生所的日常 临时中风 对不对 心肌梗射 传过去对不对 还没到东北就挂掉了 小琉球医疗资源如此贫瘠 很难想象这里是最富有的 渔夫之岛 应外离岛偏乡地区医疗能量较不足 一旦发生紧急医疗事件 要如何快速因应 以抢救生命提前预警 是国军高雄总院 长久以来希望突破的挑战 美国心脏学会律令 心肌梗射病人 在到院后的90分钟内 应接受心导管治疗 若能于第一时间判断出病人 为急性心肌梗射患者 及早送至相关责任医院 可以缩短心肌缺氧时间 降低病人死亡率 相对于领导小琉球医疗资源不足 民众就医不易的情况下 能提早预防及时判断病情 迅速给予病人有效的措施治疗 是相对重要的 有鉴于此 国军高雄总医院与三军总医院 共同开发AI心电图预警系统 并与琉球箱公所 开启人工智慧心电图 栽减琉球箱高风险 慢性病族群 合作专案 目标建立琉球箱 60岁以上 3000余名居民 免费心血管疾病检测平台 AI心电图预警系统 已能胜任相当心脏科专科医师的程度 24小时全联无休 协助判读 透过AI系统帮助医师把关 是不是有一些心力不诊等等 这些有或是未来发生心力不诊 那这些都是心血管疾病 重风心肌梗生 猝食的高风险族群 这个人工不一定看得出来 那藉由AI的能智慧的话 其实上它是看得出来的 并派助护理师规划筛检服务 针对心电图筛检为高风险琉球居民 国军高雄总院提供预约服务 并协助接驳至院区进一步检查 本院以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进行各项心脏检查 如心脏超音波心电图 运动心电图及24小时心电图 从抵达本院 至完成检查报告 只需花费2小时 并由心脏内科医师 亲自评估说明检查结果 与提供完整报告 后续由琉球箱卫生所列管 高风险族群就医情形 及提供定期访视服务 透过大规模筛检 期望能尽早辨识高风险族群 并协助就医或给予相关卫剿 其能提升在地居民健全医疗服务 有点准备 每个人都好 我们都来改善 对于有方多的医疗 对啊 很方便 对啊 很方便 现在有些医疗 我们都要来专家 这位AI全心守护 军医游艇 让距离不再是距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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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